人欲撞車黨殺到來香港 司機千軍一發 如何避免撞到騙徒 抽搐方法形形色色 究竟哪個方法最有效 炸雞、臘腸、芝士、章魚 雞蛋仔加入不同餡料 味道大變身,馬上東張西望 歡迎收看東張西望 自從鴨利洲地王出現之後的效應 就是地貴,樓更貴 樓更貴,如何是好呢? 還有沒有筍盤呢? 筍盤最近好像看到一個 就是在元朗的一個村屋的天台單位 那裡不包括冬暖夏涼的 不過空氣一定可能很好 因為那個廁所是開放的 開放式的,包你沒有異味 不是吧?開放式廁所第一次聽 但看真的,這個地方是潛建和劏房 你別管,潛極、劏極 百五呎,月租是一千五百元 不過我絕對可以包你 就是天天可以曬到日光 晚上可以曬到月光 好,一句是晚上曬月光 整件事很立體和很露體 會被人控告的 我不知道,不過而是你這個人 一定會被人控告 在油麻地尼敦道,肯定天天很多車 每一輛車都吵吵聲地去 非常繁忙 但近日有段片 竟然有個撞車檔來到這條馬路找食 就是螢光幕,右邊穿著鮮綠色 方寫別人看不到他這個男人 看到他選好目標之後 還要等別人停車,才撞過去 還要光束地辦武士 演技掠嚴沙眼 內地就叫碰瓷 意思是有人故意撞到車裡假裝車 敲鎖勒索司機騙賠償 見過嗎?在哪裡見過? 在全灣區 那個人撞出來撞你的車還是怎樣 他好像過馬路一樣,突然會撞過來 你一說報警,他會走 如果是撞車,即是骨展的人 我會擔心的 但要小心一點,多觀察 例如路邊有些可能很奇怪 可能想衝出來 要盡早地撞車或打死火燈 會有些指示 那就擔心,這個撞車檔算是小疑科 另一條片拍攝的畫面更可怕 地點就是在深水埗 看到畫面中間 這個男人好像想跳出馬路似的 然後他又再撞一次出來 幸好司機反應快,能扭切體 我們還找到當事人跟大家現身說法 其實那個位置在加通燈 剛好也是綠燈 所以其實覺得沒甚麼意樣 繼續給油 但無緣無故好像回頭 在路中間,好像龍門撞球一樣 他突然飛到路中間 他立刻說其實是剛好反應得切 那警察來了,怎樣說他們 是,他首先問有沒有人受傷 這次是因為避開了,沒有人受傷 他又說自己心情不好,破了出來 就算我有車燈,也沒用 撞車檔很穩固 避開了,他就告他不進 避不開,就說我上身 警察就是了,我就說我打了一個凸 其實現行法例上 我們看到道路交通條例 如果有些人士是胡亂過馬路 或者在不合理的情況下 去干預一些行車的話 其實也有可能會觸犯相關的條例 當然如果日後再提出一些 勒索或詐騙的情況 都是刑事 所以警方在這方面 有責任去做監管 最好他們要留在現場,然後即時報警 因為現場,守正對警方來說 去追查或去跟進會方便很多 撞車檔這個行為絕對是不對的 但純粹是以事論事,就以氣論氣 有甚麼方法可以自己入氣一點 又令到覺得對方以為自己 真的撞得很傷 說到演技這方面,當然要問事底事後 不過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時候 演技應該是繪形繪色一點 最好加上聲線 就是當車撞向你那0.02秒 千鈞一發之間 你記得要大喊 啊 這樣 這個行為也不對 而且最重要現在是吃飯時間 不要亂喊也不行 還有周星馳所說 大聲不代表好戲 如果你想投入得來 還會懂得用聲 我覺得Toby 你可以跟以下這班工作者學習習 又來排隊 排了幾十人,有甚麼搞作 先看看,原來是打小人 是非少人打了過去 是非少人除了過去 昨天是二十四節戲當中的經席 碰巧是星期日 不少人放假出動打小人 灣仔鵝頸橋排滿了百多二百人 打了蛇餅 要出動警方來維持秩序 雙腳踏右手邊,右手邊,右手邊 他們出動了小椅子 價錢牌也還沒撕 剛才剛才看過 因為覺得不對勁 因為等了那麼久 看到隊友有甚麼感覺 挺害怕的 為甚麼打小人都要鬼鬼祟祟 戴上口罩 看到要訪問,立刻耍手令頭 今天是否來這裡祈求順利 今天是來祈求順利 不用怕,訪問了十個 每個人都是這樣 對呀,又不是不見得光 像他們那樣,大大方方便不錯 他媽媽打 他媽媽打,為何他媽媽要打呢 他媽媽被人揍背 但是是否過往一年不太順利 所以特地來打小人 是… 有甚麼不順利 其實都順利,只是心順利 不服氣 見家這樣打法,心裡是否很舒服 很舒服 打小人真是揚名國際 竟然見到外國朋友 朋友,你明明甚麼叫Hitsmo Guys 至於你會台灣旅客 專程來感受一下打小人的氣氛 就是來放假休息的時候 只要有這個活動就來 試過沒有,這是第一次還是試 我開心快樂了 拖鞋打,下下有力 平底鞋打,沒那麼傷吧 說高跟鞋起勢瘀下去 小人也接近了 打一次小人,勝為六十大員 攤檔有十個八個 要突圍而出,當然要下街宣傳 東張西網2015年報道 拿來做宣傳海報 今年你的生意很好 人人好 現在加上東張西網推波助瀾 會否打到首遠呢 經直,有沒有說生意特別好 可以了,還有七點就打到一下 七點之後做嗎? 對 打到現在? 對 有些很特別的 好像老婆要打老公,有沒有這些 沒有,老婆打兒奶的 老婆打兒奶? 是 厲害,要打走兒奶 對,你只怕別找我 那我事了 要打小欣,還可以來到沙基灣橋底 這裡香火鼎盛,在這裡打 至少不用排長龍 還是五十元,比鵝頸橋便宜十元 幫四家人打,美國、澳洲那些 那些同學,小學同學 每樣順敬一點 每樣順敬一點 對,最重要順敬 最重要 還有健康 對 打你的小人頭 但是我沒有小三 也沒有老闆想打 不過我無論如何都要打 打…打什麼呢? 就是打一隻窮鬼,不要跟著我 打小欣有無效? 真是信不信由你 但是單單聽口訣 其實娛樂性相當豐富 例如是打你的小人頭 讓你有氣,沒有人頭 打你的小人硬 就像口食零雞蛋一樣 很悶,Albert 現在打小欣有最潮最新的方法 多元化一點 包括由外打到不外 我示範過你看 打你的食道,打到你炒鼓竹錯路 打你的背脊骨,打到你一輩子都行 打你的甲狀線,打到你看不見 你打我的甲狀線,我很害怕 其實甲狀線在哪裡,你知道嗎? 好,老實說,你先抽離角色 然後冷靜一點 你是美貌智慧並重 但你說的東西都很惡毒 不如這樣,我請你吃雞蛋仔 換黃花氣氛,好嗎? 也好 這份雞蛋仔,全部都是雞 何解呢?因為雞蛋仔加炸雞 所以脆上加脆 創作意念就是外國有雞蛋糕 我們把我們香港的糕糕 雞蛋仔加上雞蛋 但我們不用一塊大的炸雞 變成爆米雞蛋 它會配合一粒粒的雞蛋仔 那就是一粒雞蛋仔,一粒炸雞 這樣吃了? 對 拆開眼睛,你以為它是章魚燒 其實它是章魚燒雞蛋仔 上面布滿木魚絲 到底味道是怎樣?讓我嘗嘗 原來每一粒都有章魚 即是八爪魚 因為傳統的章 我們會用甜的章做雞蛋仔 我們這次全轉的角度 180度反轉,用鹹的章 鹹章沒有人試過做 控制的時間上要有拿捏 因為焗得久,章魚會比較吸收水 乾一點,吃下去會很硬 日吃、小吃都不對 你堅持要講悉 臘腸雞蛋仔就夠了肚炮了 臘腸加上芝士,還湧出來 很邪惡 臘腸等於香港人的芝士 所以每個家都會有 所以將公西共用 拌勻就做出雞蛋仔 其實我們預備了三斤臘腸 後來十二點已經賣光了 所以唯一辦法 只可以叫客人三點回來 我們趕快回家再做一些新的臘腸 港式口味還有這款 脆薄薄的油炸鬼 條條肥的炸菜 夾一夾就跟雞蛋仔打成一片 創意十足 有時候早上買早餐、油炸鬼、粥 貼飯上公司吃 吃淨了又不要浪費 打算夾進去雞蛋仔 出來的效果有多特別 酸酸辣辣的也不會太濃味 挺開胃的 女士門嫌炸菜 臘腸太重口味,想要優勢一點 用碟上的雞蛋仔就夠精緻了吧 雞蛋仔灑上巴馬漢和煙肉碎 加上朱古力醬、雪糕 最後送你一番滴雪花 當然是先上機吃吧 今天看到這麼多口味 有甚麼感覺 有…不知道怎樣選擇 最後選了甚麼味道給他們吃 剛才選了章魚丸,挺好吃的 不是隨便做,覺得每一件都有花心思 喜歡吃雞蛋仔嗎? 喜歡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脆 跟那種對比起來 哪種比較好吃 好,當然是香港的 而且雞蛋仔是香港的特色小吃 對吧 天文台預測 接下來天氣相對濕度高達100 想是家居抽濕有甚麼辦法 測試各種抽濕方法,哪種有用 待會兒東張西望 今天潮濕溫暖,立刻想起住藍區時候的日子 這些潮濕日子非常可怕 因為家裡無論放多少防潮或吸濕的用品 都是沒用的 所以我那時醒來,斬腳趾、鼻沙蟲 一件皮褲我也不買 斬腳趾?你只有十隻腳趾,你斬了多少隻? 而且女生沒有一件皮褲旁身 行走不到漿戶 你知道嗎?女生穿皮褲 那種漂亮的程度是妙不可言的 你說完了嗎?又有沒有實際的建議? 潮濕的可以抽濕機,傻丑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方法介紹給你們看 衣服留了兩天都不乾 抹完地,很久還是濕的 一切都是潮濕的東西 回南天濕粒粒,真是很不舒服 還說可能相對濕度達到百分之一百 真是少至一個鞋櫃 大致整個客廳都要吸濕 吸濕氣,抽濕機,通通都要出齊 開抽濕機,抽濕當然是理想 不過如果家裡不太大 不想放一部抽濕機在那裡壓住地方 開冷氣機,抽濕又行不行嗎? 原來開冷氣的時候 一半都會抽濕 加上現在有冷氣機 可以只是開抽濕功能 聽起來好像很方便 不過原來開冷氣機抽濕 用電量比開抽濕機多四倍 其實兩者裡面都有冷的線圈 有冷的線圈受空氣裡面的水分影響 就會收窄水分來吸濕 而冷氣機不同,同一時間會製冷 所以因為這樣,用電量多了 大致上用電量比較,可能差四倍 就像一個料理抽濕機 紙場上的機來說 可能有200至500伙都有 而冷氣機常見,可能一匹到兩匹 但用電量可能是千幾貨左右 所以看見那個比例大約是相差四倍 用電量 開抽濕機之前,記得要關門窗 不過有些位置好像鞋櫃、衣櫃一樣 濕氣這麼重,真的要經常吸濕 所以大家都會放上這類吸濕器 但坊間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吸濕工具 哪一種是最有效呢? 我們委託了香港公開大學做一個實驗 將四種坊間最常見的吸濕物料 以相同重量,放入相對濕度 大概是百分之六十的環境 模擬家居吸濕情況 究竟二十小時後 相對濕度有什麼變化呢? 活性碳和張木蓉的跌幅是五%左右 而綠化鈣和吸濕株 其實他們的效果比較顯著 就跌了三十幾% 現在就去到二十五%左右 平時我們看到吸濕器下面裝了水 是否代表著真的吸了這麼多水 綠化鈣的水份 一貼下去就會變成化學的液體 就會變成你所看到的水 而天然的物料 其實就是靠著表面上有很多微孔 幫忙吸住水 鎖進去 而那些水份亦可以揮發出來 所以為何天然的物料 例如生碳和張木蓉都好 吸濕功能是沒有那麼好的 但是也可以有防臭的作用 另外張木蓉本身就是防蟲的作用 雖然吸濕工具在潮濕的天氣 是不少的 但是這些吸濕物料 對人體有一定的刺激性 大家用的時候 有幾樣東西要注意 吸濕器裡面有些白色珠珠 主要成分是綠化鈣 變成水之後 其實都是一些化學物質 所以不建議大家用來淋化 又或者皮膚直接接觸 另外, 因為張木蓉是製造 張露的主要成分 如果有GCCPD的朋友 我們也不建議他們使用 吸濕器是方便好用 但很快就用完一盒 不環保又浪費錢 所以我在網上找到一些 DIY吸濕器的方法 第一樣要介紹的就是洗衣粉 洗衣粉也可以? 原來它的成分有鸾酸、小梳打 和直酸鈉 所以被人說有吸濕的作用 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們就嘗嘗 我們先測量了衣櫃裡面的濕度 再將事先做好的洗衣粉吸濕器 放進衣櫃, 隔兩個小時之後 結果會如何呢? 濕度比起兩個小時前, 反而更高了 看來這個洗衣粉吸濕器 未必是很合適 還有人說連粉筆都可以吸濕 做法更簡單 只要將15支粉筆放進膠盒裡面 再用保鮮紙封住口 在上面剁幾個洞 這樣就可以放進衣櫃裡面吸濕了 雖然在我們的小測試裡面 兩個小時之後 衣櫃的濕度也沒什麼大變化 但是我們也向化學系教授求證過 理論上, 因為粉筆裡面有硫酸鈣 所以應該可以吸濕 但是需要的時間就長一點了 雖然以上的方法是不錯 不過有些東西絕對不可以發毛 一發毛就不用得要丟掉它 你說多浪費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用防潮箱 防潮箱和普通街邊買一個箱 是不同的 它只可以防潮 是因為它有這條密封膠邊 防止空氣中的水分進入箱裡 房間有普通和電子兩種的防潮箱 它們最大的分別就是 普通防潮箱要自己放入 不同份量的防潮株, 控制濕度 但是電子防潮箱只要調整濕度 它就會自己調節 如果用電子防潮箱的話 放不同的東西就會有不同的濕度 例如餅乾、薯片那些 可能是20度左右 如果相機或電子器材、手錶之類 可能是40度左右 然後重要的文件 油票那些可能是50度左右 所以要用電子防潮箱的防潮箱 然後用電子防潮箱的防潮箱 可以用到大約五年左右 原來防潮箱有這麼多方法 只要用得其左, 吸濕沒有難度 你怎麼捱? 雖然我是捱世代 但你不要捱聲嘆氣 你會影響我的心情, 你知道嗎? 你做甚麼? 你應該不是為了錢 你的樣子這麼富貴 你難道是為了那幾天而煩惱? 我明白, 我很有共鳴 那幾天真是特別, 很煩躁 因為我家裡也有個女性 你也知道嗎? 知道 我想很多家庭觀眾也知道 天氣這麼潮濕 整個人的心情都影響了 很辛苦 你說潮濕而已 不過老實說, 你剛才說 南區很潮濕 其實我覺得會不會將軍澳 是全香港最潮濕的地方? 因為我曾經住過, 濕上來的牆壁 一摸下去, 好像拍攝恐怖片 濕粒粒 結果又買一部又大又貴的 抽濕機才能做得到 貴和大就不一定行 小小的都可以的 聽過了, 甚麼濕濕大陣場 很聰明, 不是說那些 我說的是用USB的 真的很潮濕 前路還迷糊一片 香港人真是慘 上個星期才在賣放濕器 今天星期有濕度要抽濕 但家裡這麼小, 哪有個位置放呢? 這個星期, 潮濕一定會來 要解決窩居一族的煩惱 就要靠它了 超迷你抽濕機 8吋半高, 售價大約800元 可以放在衣櫃的鬼鼠位 但抽濕容量只有500毫升 兩盒檸檬茶這麼少 至於充電就要用USB, 行不行嗎? 那這部抽濕機又安全嗎? 其實它相當安全 因為這麼小一部 其實裡面沒有壓縮機 所以它不會過熱 但最重要是 要有足夠空間讓它散熱 其實相當安全 有甚麼缺點或不足呢? 如果你說500毫升, 即半公升 抽濕力基本上都有限 當然, 其實它配合一些大型機用 或者我經常說, 可能這些抽濕器 其實可能在其他小朋友房間 或者在衣櫃都可以用 應該可以做到一個捕捉 桌頭就夠小了, 又好像很實用 大家又會不會買這些迷你抽濕機呢? 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香港的地方都是小的 很方便, 不用買那些… 就是買抽濕的那些, 還要壓榨 通常買在家裡的話, 不夠抽 因為你的體積這麼小 可以重用, 重用再重用就比較環保 潮濕天的日子, 更要好好保護 和處理衣櫃裡面的舊衣 因為舊衣可能很有用 沒錯, 就好像陳惠霖那樣 在剛剛的星期日 舉行了為期三星期的 二手三慈善二賣活動 今次二賣是超過一千件衣服 以及過百雙鞋 最低十元就已經有交易 Kelly除了拿自己的寶貝出來賣之外 就連前期的預備工作 好像裝窗簾和彭尘烈的木箱 都是自己親力親為的 連沈卓瑩、沈大師 昨天都說約我們平安谷的女人 一起去購物 Kelly準備的時候, 還相當鬼馬 化身成模特兒 自己拿起自己的寶貝來介紹 今次二賣的善款 還會全數撥捐給陳惠霖兒童作學基金 我剛才已經看到, 我比較喜歡她的眼鏡 以及那件襯衫, 留給我 一說購物, 馬上精神了 再見 叉燒是港人心目中的燒美之王 這間叉燒店承傳60年古方 炮製最傳統味道 它的叉燒全區最貴 又是否貴得有道理 東張細望和你吃叉燒